來教導我們的學員 要如何在 學習音樂過程中 找到自己的音樂特色 開心可以來到這邊 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分享 音樂可能是我現在生活的一個 重點一個目標 它只是可能只缺乏了一些 在技術上的一些成熟者 我就是沒有自己做過音樂 非常緊張緊張緊張 唱跳歌手 給他一個掌聲 我的腳 就不得指出 我也不會 雖然我也不會跳 第一次有人 因為我跳舞 然後幫我做歌 我覺得非常的棒 音樂人其實沒有什麼偉大的 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創作呢 它是永恆的 你的作品留下來 它會替你永遠的活著 就是一起去真來的 半分小兵的 感動中 我以為 在巴默的 今天的活動中 很危機 總之 展示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是MTI老師的教學團隊 《噪音少年》是一個呈現音樂製作的 學習過程的網路節目 在這邊呢我們邀請到了五位學員 每位學員在每一集都會跟一個明星老師合作 我呈現出一首作品 那這一集呢我們找來了那個金曲 最佳單曲製作人Yellow黃瑄老師呢 來教導我們的學員 要如何在這個音樂過程中找到自己的音樂特色 那為什麼找到自己的音樂特色是重要的呢 因為其實進入數位音樂製作的時代之後 我們在做音樂的門檻變得越來越低 現在的音樂其實已經就非常非常非常多 每個人都可以在家自己做音樂 如果你想讓你的音樂被聽到 你得知道我的音樂或是你做的音樂 還有他做的音樂究竟有什麼不一樣 你才可以找到你的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然後你要如何去切入聽眾的耳朵裡面 大家好我是Yellow黃瑄 開心可以來到這邊跟大家做個小小的分享 可能交流讓我認識你們以外 讓你們可以自己認識自己 你今天要先給大家聽一下你自己的音樂嗎 對 因為我最近有做一首歌 然後你要自己唱自己的音樂 我做音樂的動機就是我可以把我的生活 還有我的情緒可以好好的宣線 然後透過我的音樂跟別人產生共鳴 剛剛聽的時候其實氛圍我都覺得還不錯 可是我還聽不太清楚的logo在唱什麼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歌的主題嗎 這首歌叫做我取名為Find Our Highway 製作這個歌的過程中 剛好跟一個朋友互相分享 玩音樂的行路歷程 就是希望說不論多困難多辛苦 都可以在內境中找到方法 現場接音的時候那個音響好像門住了 就是沒有聽到那個很清楚的 就不能好好表達我做音樂的那個想法 換麥介紹一下自己好了 我叫麥 順麥姐 然後我平常就是有在放一些時尚活動 慢慢開始放歌以後 我也想要 create 出我自己的 own sound 最一開始的初衷就是希望 分享音樂給大家 然後我自己覺得我在生活中 是一個還滿浪漫的人 你中間有一個那個很像是在那種飛機場的感覺 其實是一個獨白 然後就是有在講 Life is a struggling 類似這樣的東西 基本上我覺得都還滿成熟的 然後整體我也覺得很舒服 希望我的音樂是有點偏迷幻 但是其實是浪漫的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我想要表達我的 歌曲的靈魂的東西 好不然我們現在換個方式好了 我們先聽音樂 然後呢我們再猜就是誰的作品 音樂可能是我現在生活的一個重點一個目標 因為我除了做這件事之外 好像也沒有其他特別熱愛或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是Yolen 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的名字叫Yolen 對音樂有興趣我不是只要打鼓也想要做歌 所以我去洛杉磯去個音樂學校 然後搬到台灣做跟教電子音樂 Yolen給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做音樂你有熱情 那個企圖心很重要 你真的想把這件事情做好 那你覺得這個事情對你來說是你有一個使命 我很喜歡寫很多不同樣的音樂 You know and 在這個節目 I get an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不一樣的人 我看一看喔 我對沛君我會比較好奇 我覺得他後面感覺可以做出些什麼 然後像他的音樂的類型 他裡面在講的東西 雖然他的Vocal沒有到很清楚 對可是他音樂的意境的上面 我會覺得我好像可以了解他要做些什麼 還有另外一個人 動機我也覺得還蠻清楚的 小麥 對他剛剛講說那個浪漫 他真的在符合那個方向正在繼續看 小麥的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小麥整個人看起來是一個很陽光的人 他的音樂裡面的確有他說的那種迷幻啊 神秘的元素 其實我本來是想講小麥 沒講完了是不是 沒講喔 因為我之前跟他一起放過歌 他跟我聊他喜歡做的東西 跟他放的歌 跟他做出來的音樂我覺得是一致的 是同一種類型跟同一種方向的 他只是可能只缺乏了一些在技術上的一些成熟度 你說他連放歌 比如說在CELAVI或別的地方放歌的風格 是有一致性的 他都是放比較耗時那種 再來小Q好 今天帶來的作品是前陣子 跟我一個學長一起做一首歌叫做苦笑 可以感覺出來你有一些 對這個世界不滿笑 我就寫了一些我覺得很酷 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加上一些我想要講的事情 所以你目標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 做出一個完整的Beam 然後自己唱 對我自己在很多音樂上的地方都沒有準備好 可是我已經得到了很多機會可以展現自己 剛好來就是把握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來小美女Melody 想要怎麼樣介紹一下 我有點緊張 因為我沒有做音樂 我就是沒有自己做過音樂 所以我那時候就非常緊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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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感覺有點小緊張失常 大家平常在學校很活潑 你可以用怎麼樣的方式 任何一種形式來介紹一下你自己嗎 跳舞 跳舞 好 所以你今天要直接跳給大家看對不對 我要跳給周康好好看 大家歡迎來到這個熱舞教室 來 Elly Elly 好辛苦喔 順先 變好到Fanel 很好 很喜歡那個氣氛 他對周康好的那份情感 可以延伸到跳舞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 就我在看你表演的時候 感覺到就是你對這個跳舞的熱愛 然後你分享給大家 那我覺得這也是跟我們強人做音樂是一樣的 表達你 世界觀 或是表達你的 情緒或感受的一個工具 那不管是任何形式 我就覺得 都很好 其實我想要當唱跳歌手 唱跳歌手 給他一個掌聲 所以 我就希望可以做出自己的音樂 希望可以藉由彼此 大家一起透過音樂製作的過程 然後重新去看他自己喜歡的事情 或許有不同的角度 那我覺得應該也會蠻酷的 這次來試試看 好 看到這一個melody 我覺得他身體是非常非常有動能的 非常非常有活力 可是我很期待看到他之後 如果可以有這樣的活力之後 還有別的層次 在他的表演裡面出現 我覺得他跳的很屌 他跳的蠻屌 而且很放 你在公開網會看到 在公開網的舞者群裡面看到他 好我們現在即將進入這個音樂製作的環節 我要先了解你 對你自己的舞蹈裡面有什麼樣的音樂元素 你喜歡的 或者是你很享受的 然後就讓我們可以從當中去抓幾個重點出來 你有什麼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一定要有重排 重排 就是高低起伏要很明顯 好那 Yolen你有什麼想法嗎 OK Well Melody I think you are a high energy type of girl 他有一個很 嘻哈 跟trap 跟breaking 就比較 old school 的跳舞 的vibe Let's start off by choosing a tempo here 我想加樹笛 樹笛 單皇館那種 章魚哥 其實我覺得啊 一個表演 我覺得你繼續做 然後就是 表演的時候你站在舞台場 不管你自己在跳舞 還是你在唱歌 各種形式的表演 我覺得肢體 這件事情應該是建立在 你對這個音樂有多認識 多了解 你的肢體不應該去想 所以我要做什麼觀眾 你知道這個就會讓我 我的腳 就不由自己 雖然我也不會 雖然我也不會跳 但是 你知道嗎 就會讓我不要變想 對不對 就是一個 把自己全部的那種 放到那個 節奏裡面 放到音樂裡面 當你在表演的狀態的時候 你只要一秒 在思考 我下一個要做什麼 的時候 那個東西其實會很明顯 就我主要是要看他有沒有 AUKUS 在他跟觀眾的 連結上面 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動作上面 因為那個東西 他如果去想的話 去思考的話 那個就沒有連結 可是這個東西當然還是要建立在 他對他自己肢體 認不認識 熟不熟悉 第二個是他對 他現在聽到這個音樂 夠不夠理解 第一次 因為我跳舞 然後幫我做歌 我覺得非常的棒 他在還沒有表演前 他是還滿緊張的 所以在跳完舞以後 我覺得他整個人的氣場 或者是那個自信度 就有差 因為他做了他比較擅長的東西 語言就是你自己擅長 你自己舒服的方式 去呈現你的創作 那個就是語言 那你怎麼詮釋 你怎麼呈現 這個東西就是風格 譬如說 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不知道你們看過 那個周星馳那個電影 我可以跳著說嗎 跳著這件事情就是 他的風格 這有點白癡的例子 不過這比較淺顯易懂 就你可以試著用不同的 比如說一句話 你今天吃飯了嗎 你今天吃飯了嗎 不同的 語氣只有不同的風格 有些人講話就是這種 歇事地理的樣子 用在音樂上面 用在各種舞蹈上面也是 比如說一個動作 一個move也好 但是可能有些人會 不同的扭動還是一樣 就是怎麼詮釋你的語言 怎麼詮釋你的創作 怎麼讓別人 怎麼說服別人 去進到你這個創作的世界裡面 從這邊可以看到 黃軒老師有跟他們講說 要透過更了解音樂的方式 去表達他們自己 讓自己的身體自己去釋放 而不是透過腦袋想 因為如果你是用腦袋去想的 其實那個很機會很明顯的 一下就露線了 因為我是不太會去跳舞的人 我也不會 那可是我會做這個音樂 如果可以這樣返回來想 說不定可以做出一個更好跳的音樂 對啊 可以用身體去思考 對對對 而且他剛剛有說一句話 每個人都會講 不同的語氣的那個方式 其實就好像我們在做音樂裡面 每個人對於好聽 好不好聽這件事情 判斷是非常主觀的 他不是一個可以去了解的 他是一個需要被去感受的 所以這也是像是認識自己的一種方式吧 我今天來其實 真實的感覺是 我覺得大家可能還是很生疏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剛剛是 剛剛認識不久 第一次看到大家 我也是覺得蠻陌生的 但是因為 我就是秉持著一個 跟大家交朋友 就是跟他交流 然後分享我可以分享的東西 音樂人其實沒有什麼偉大的 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創作呢 他是永恆的 你的作品留下來 他會替你永遠的活著 我只是單純 就覺得這種精神很浪漫 你知道嗎 這是我的音樂 聽一下 還有一些那個 我 onder fans 都可以看得到 在一起 已經在一起 你會看得到 在這兒 是不是 你 看得慮 看到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